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小朋友的 其实我遮了一部分 那个小飞机 那个小飞机是一个翘翘板 就是两边可以有小朋友坐 中间可以有三个小朋友 还有一个架飞机的 前面跟后面有四个小朋友在看哪一边的平衡如何 那是一个翘翘板 可以有七个小朋友坐 然后在旁边有个小球 半圆形的小球 给小朋友训练他的踩 抓 控制自己手脚的力量 训练他们的用力 然后在后面是最受欢迎的 中和型的 看是要攀爬上去 还是要爬楼梯上去 然后经过哪里 我还要走 像那个童军走绳索那样 上的去了 溜滑梯下来 还是要瞭望 加个望远镜 各位看 旁边还有这个当鞦韆 还有这边边 那个看不清楚 那其实是好像那个叫做什么 Monkey Bard 那个吊单杠那样 一路可以吊过去的也行 各位看 我好像对这些很熟悉 非常熟悉 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很高兴 在跟大家预告 就是我们的三好儿童班 我们的佛光同军团 这些小朋友的Playground 终于呈现 现在请方言帮我们转一个角度看 各位看到吗 真的 这就是在我们道场 当然这是临时佛堂 临时佛堂的这个前面这样对过去 就是一个Playground 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很开心的在这里 那可以讲 温泰华佛光山这个道场 虽然它正式的第二期主建筑 就是大殿 美术馆 国际会议厅 教室 滴水坊等等这些 还没有建 现在这个就是够 这应该是三到五年使用的一个临时佛堂 但是建筑物可是永久的 它是未来的活动中心 各位知道温泰华其实应该有一半 就一有半年 一年有半年是冬天 那起码有四个月是下雪吧 所以室内的活动 一个大的场地也是很需要 那这个篮球场 这个各种 米毛球 乒乓球等等这些 或者是说龙师团 武龙武师 在海外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 年节文化 节庆文化 这些包含这个二十四节令股等等 这都是很需要 我们在海外但是要传递 负责了 传递这个传统的文化 那么这比较动态的 声音大的 会在未来的这个活动中心 那现在当然我们先作为简报室 作为一个临时佛堂来使用 那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 弘法度众 继续办我们的教育 文化工作等等 然后呢 未来这个工程图 如果说总本山通过了 这个要施工前 会要逐这个工地 要整个区隔开来 在里面继续动工 让我们在外面继续弘法度众 这个是现阶段 是这样子规划 那所以很高兴了 就是要感谢 我们一大组的金刚 虽然我们没有说 这个说不开放对外 但是我们还是 这一些我们还真是做不来 真不容易 前面的那个小飞机 小圈圈 这个Jackie 会会 Derek 他们三位 就把前面的先做起来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正在凉黄法会 他们 这个 就是利用空档 静悄悄的在那里组装 但是后面这一大组的 这个小朋友的 玩乐的设施 那就是 除了这个 Jackie Derek 之外 另外增加的 像静晨 文说 静晨带他两个公子 佛光青年一起来 然后 Tim 他们几位 都 这个一大组人在那里 帮忙 都一样严格的遵守 就是要戴口罩 各方面 都是 很小心处理的 那是由他们 很辛苦的 大概 应该在 一个多星期吧 然后把这些都 组装起来 那为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 赶着赶着 在法会中 也默默的在进行 其实 为的呢 就是 今天 今天 星期六 跟明天 星期天 最主要还是 明天星期天 我们三好 儿童班呢 这个举办 三好儿童下令营 这个儿童下令营呢 今天应该讲 他已经完成了 一半的课程了 那今天是增加的 跟主要明天 星期天 就是明天 下午 小朋友由家长陪同 然后预约时间 他们要回来 校园巡礼 但校园巡礼 这样讲的太大人了一点 所以呢 就叫做 这个闯关寻宝 我们就设几个点 然后让他们 要一个一个这样经过 那当然第一关 进大殿要礼佛 第二关 就是要跟 你要想办法 找到哪一位师傅 然后合掌 跟他说吉祥 这样 然后就开始去 比赛 开始包含一个小小的篮球架 这个镜头里戴不到 不过我们还是一个篮 小朋友的 大人标准的呢 那个还要 我们画好线 正式登场 那这个小朋友的 就我们进城的两位公子 这个陈 陈希 陈燕 两个佛光青年 就帮忙组装起来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 这个投球 太小的话呢 就是大人要协助他投球 这样子 都要闯关 这些都要走一走 动一动 那总是呢 我说是因为我们的商好儿童夏令营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星期六日呢 就增加一个闯关的项目 再来星期一再到下个星期 到星期五呢 等于他这一个暑期的功课就完成了 这一期的主题呢 是环保小尖兵 包含苏使A计划 我觉得小朋友们在学习 在玩乐游戏里头 已经在认识我们地球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的小菩萨们 也要跟着一起 怎么样来做环保 其实呢 他们其中有一堂功课 是很有未来性 很多功课都很棒的 包含3D的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力学 结合力学的 工程概念的 这是他怎么样运用性的东西去呈现 另外他要敷豆芽 他今天要敷一颗豆芽 他要把它照顾 看是七天几天 可以敷 做成可以敷出来 可以吃的豆芽 绿豆芽 我们让小朋友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三好 就小朋友的三好菜园 就是一个他们的原地 他们会有分到一小块地 他可以在那种他的小花小草 小朋友听到好高兴 然后我们让他们知道 未来我们要种树 都要一起来做环保 那总是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这样 第一个是分享 我们这个已经讲了很 就努力很久的playground 一个很标准的playground 那么终于完成 那么当然这是赶在昨天下午了 那希望这个小朋友会来看到 会很开心 这是一个属于亲子一起的一个道场 亲子道场 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讲 各位昨天听到早安佛光 我说昨天8月20最后一天报名了 星期五截止 但是其实我们在筹备会 开会到最后 还是忍不住 再替这个怎么讲 大家在 我就就是几位法师在讲 说好像也有人说 为什么要星期五截止呢 可不可以星期六日啊 我们这week day太忙了 六日让我们再来报名处理 可不可以再延两天 经过大会同意呢 所以我今天要更正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天 一直到星期天 8月22号的 我们这个北美 我讲北美地区的 这个晚上12点以前 报名都是受理的 那总是第一个是说 我们多了两天 如果还有这两天要赶快 加把劲的欢迎报名 佛学会考 那另外呢 讲到老菩萨 我们增加了听协主 有些老菩萨说 你即便你在叫我们打什么 用手机打那个Zoom的号码 我没有手机啊 我家里头就一直电话 那也没关系 其实呢 就是跟我们 就是这是北美洲的方式 就是说都在线上考 但是我们新增 在会里头决定 新增了一个听协主 如果你说 我就是不懂什么Zoom 我根本都没有Zoom 其实不需要 你就要打一个电话什么 但如果都不行的话 其实呢 我就以沃泰华为例 我跟知音法师我们商量 说那就一对一服务咯 他可以 他家里头电话 他打过来 然后我们专人独体给他听 然后他直接写 那最后他告诉我们 这个答案 我们帮他写 就是说 道场以你所有 能够为老菩萨 为听协主 做到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一定都会协助你做到 那用什么方式 总之一定可以办得到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你先报名了 报名之后 我们就会针对 因为你报的是听协主的话 那么道场的法师 或者佛光辉干部呢 就会跟您联络 就会一一跟听协主的菩萨 电话联络 然后说你可以做到的 这样做答的方式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总是因为各个道场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做不同 会建议不同的方式 只要能够帮到我们的需要听协服务的菩萨们 能够满大家所愿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今天呢 很高兴 第一次 我想这个program不同角度 或者小朋友回来闯关寻宝 我们还可以再拍几个画面 之后再跟大家多一些分享 希望这个是属于亲子共有 共同学习成长的一个道场 这是第一次把program给大家看 那么得到大家的祝福 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欢喜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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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